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2.6 就是Android的对象的引数 就是质变量 也就是 怎么样把Android的对象的 这种指针 就是参考 把这个参考值 的参考传给 传给这个 对方 传给对方 那对方呢 就是 一个函数 是类里头呢 或是对象里头的一个函数 是怎么把这一个 对象的reference 把它传给 这个对方 OK 谈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重点 在上章呢 我们有介绍过Android的UI的部分 有这个叫做 这一个 铅笔盒 或者铅笔 有没有这个view 用铅笔盒来表示一下 就是有viewgroup跟view之间的 这个对象的一个组合关系 就是铅笔盒呢 跟铅笔 之间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我们有一支铅笔 把这个铅笔的对象在这里 就叫做pencil 的object 这是object的本身 这里头有 数据 对不对 叫pencil object 那么我们有一个叫做铅笔盒 这个pencil box 铅笔盒也是一个对象 也是一个对象 然后现在怎么表达呢 铅笔盒呢 包含铅笔呢 就是 我们是把真正把铅笔丢进去吗 那这个时候要把铅笔的内容 放进去 那这样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铅笔盒里头会做一个小的 这个变量 会定一个小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 就会让他指向他 也就是让这个pencil的 object的参考 的位置 就是参考 也就是address 把它copy过来这里 这里 比如说这里叫做p p1 好了 那就是 在这一个 铅笔盒内部 设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呢 放的是这个对象的参考值 他就指向他 那这样就 在电脑里头呢 我们这个内存 就这样的表示 这两个对象 那这样就 形成了 这个聚合的 两个对象 的聚合关系了 OK 所以让你了解 怎么在电脑内部呢 表达这个聚合的关系 那我们 接下来就要把这个东西 说明在 这个程序里头怎么表示 是咯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我们铅笔盒可能好多个 就叫p o 就p 这个 pbox 好了 pbox 1 我们可能有两个铅笔盒啊 我们可能有两个铅笔盒 就是 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两个铅笔盒 那这个叫 p v o x2 可能有两个铅笔盒 那我们两个铅笔盒呢 这边 也有一个 对不对 也指向他 也指向他 那这样子意味着 这两个铅笔盒呢 共同的 包含了这个铅笔 所以这就在软件里头呢 这一个 用这样来表示 用这样来表示 OK 所以 那这样子用铅笔来比译 你可能比较不那么的 觉得不那么的合适 那么你用的是学生好了 student 用学生 这是一个学生的对象 那么 这里就不要用铅笔盒了 把它改成clover 就是 参加的一个社团 社团 这一个学生可以参加两个社团 有没有 那就合情合理啦 所以这样子一个表达方式呢 很有弹性 可以表达呢 这一个 铅笔 在铅笔盒里头 也可以表达一个学生 参加好几个社团 OK 参加好几个社团 所以这叫做我们 这一个 这一小节里头要谈的 这样的也就是上一节所谈的 对象的 一个参考跟置变量 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谈的就是 怎么样子 把这个view 有没有 把这个view的对象就是 相当于 这个 把它 把它传给 这个viewgroup的 对象 就建构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那双方呢 就能够 互相的沟通了 他就可以 送message给他 跟他 Token 好那我们现在 再拿我们 在上一张所用过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在这个 螢幕上面 在屏幕上呢 我们会显现出这样子的 那这样的一个屏幕呢 我们可以分解一下 其实这里头就是一个 叫做小的 雷奥 小的铅笔盒 这就叫小的 雷奥 然后呢 这个小的雷奥呢 又跟这个 构成一个大的雷奥 就是这个 1 2 3 这三个 又构成一个 大的雷奥 这整个 是一个大的 大的 雷奥 这个是大的雷奥 这个小的雷奥 那这个小的雷奥呢 这是一个小铅笔盒 那里头包含了 有一个 这个view 也包含一个view 包含一个view 所以等于是 这一个 大的 里头呢 包了一个小的铅笔盒 小的铅笔盒呢 包含两个view 有没有 一个是 这一个文字的 叫textview 一个是listview 这是textview textview 这个叫做listview ok ok 然后 这两个是button 这button 所以呢 这 这一个小layout 小layout 这是大的layout 所以小的layout里头包含两个小的 那 这个大的layout呢包含一个小layout加两个button 加两个button 那就变成大layout 他的 这样的这两个关系是一样的 只是用这样表示出来而已 好那现在 怎么表现出来这个大包小呢 怎么表现这个大包小呢 其实呢 很简单 好我们现在来 把它 再做个说明 好我现在 啊 这一个 有两个啦 我现在有两个东西了 我现在就把它 画过来 好现在我有两个咯 一个叫textview 一个叫listview 我现在有两个咯 好那现在我创造一个 小的layout 这是小的layout 所以这都是对象咯 这也是对象这也是对象小的layout也是对象 好那我这边就是弄一个小变量 这弄一个小的变量 让他 指向他也就是把这一个的参考 copy进来解决小变量 然后呢 这个小变量呢 也是 指向他 好那这样子就是 这个意思啦 就在在我们的软件里 这是在我们在画面上的呈现 它是有空间感 那在我们的 内存里头是表现成这样子 就是 有两个 这一个两个对象 然后用一个小layout的对象 里头有两个小变量指向他 OK 好那么再来咯 又有两个button 又有两个button 这个两个button在这里 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一个是属于 OK button 两个都是button的 然后呢 这个是属于edget的button OK 两个对象 OK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创造一个大的 这个创造一个大的layout 创造一个大的layout OK 好那现在怎么表现出来 这个大包小呢 非常简单 这边在弄三个变量 三个变量 OK然后一个变量呢 指向他 指向这个小layout 另外一个变量 指向这个button 就是让这个的指针 把它参考放进来就对了 然后呢 这边 又另外一个 指向他 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就是 让这一个 把这一个OK 的指针放进来这个小变量 把这个放进来小变量 把这个放进来小变量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大layout里头包含的 这一个小layout 而且包含了两个 button 那小layout里头包含了 两个一个textview 一个listview OK 所以这样子就是我们 在这个内存里头 所要表现的 一个情形 那这个是我们 UI上面 所表现的 一个情形 好那 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图之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 来了解这个代码了 首先呢我们就来帮你说明 我再来帮你收拾这个代码啰 所以第1个 NU一个大layout 有没有 这NU一个大layout 好 对 再来 啊 这一个 NU一个小layout 有没有 这是一个 一个大layout 然后这一个小layout OK 所以呢 现在 先做一个大layout 然后呢 这一个 有一个小layout 所以这是大的 L 小的L 然后 把它先建立起来 好接下来 接下来 你看 这个时候呢 先把这个小layout 小layout这里头 这个 目前哦注意看哦 这里的是大layout 那里头放了一个 指针叫 这一个 好 这是真正的 大layout的对象 然后呢 他让这个 Rlayout 这是 Rlayout Rlayout 然后他会指向他 有没有看到 就是在这里 NU一个真正创建一个 relativelayout的对象 就创建在这里 这是大layout的 对象 这是obj 就是他的本身 然后这个是 只是一个 一个变量 这是一个变量 所以Rlayout这个变量 指向了 这个大layout的 对象 再来 再创建一个小layout 对不对 所以创建一个小layout的对象 然后呢 有一个叫layout 的一个小变量 他是指向这个小layout的对象 就是到这里为止 到这里为止 就做这件事 这里 就是 创建一个 真正的 大layout的对象 然后呢 把他的指针 把他的参考 放进去这个 Rlayout的变量 再来呢 创建一个小layout 再把这个小layout对象的指针 放到 这个layout的小变量里头 接下来呢 接下来做什么 这个动作 就是 大layout 就是大layout 要求大layout的 对象 去执行add view 这个add view 是在 在这个大对象里头 他所属的lay里头 那我们 就归到大对象 所以他 要求呢 这一行怎么解释呢 就是 要求 Rlayout 所指向的 这个layout对象 就大layout的对象 去执行add view 然后呢 把这一个layout 这个 里头的这个内容 就是把他这里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的指针 把这个指针呢 把这里的内容copy进来 copy到这个 对象里头 所以这个对象就指向他了 就指向他了 因此呢 就这个真实的对象来讲 目前呢 这个 大对 大的layout 已经指向了小layout了 所以就完成了 OK 好再来 再来看一个 这一个 再来 这里 是定义 这里呢又是创建 一个 这一个textview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在创建一个textview 这textview呢 在这里好了 创建一个textview 这真正的textview的对象 真正的对象 然后呢 再把这个textview的对象 的指针呢 放在 一个小的对象里 叫叫tv 所以 所以这个tv呢 就指向他 OK 这目前就是 创建一个 textview textview 那这是依照这个 这个 resource的所定义的 所以创建了一个textview的对象 然后呢 再把这个textview的对象 的这个指针 这个参考 把它放在tv 这个小便量里头 OK 好 好 好 那这样子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个动作 再来看一个动作 就针对这个 thisview 等一下再看 就针对textview 好 我们来 我那个参与没秀出来 所以我在这边说明 就是 在这一个我们的 参与里头 已经说明了 这个textview 是属于小类奥的一部分 属于小类奥的一部分 所以他这个textview呢 自动的 会把它copy进去小类奥里头 所以这个时候小类奥呢 就指向 这个textview 好那接下来 再一个 从这个 因为他定义在这个list.xml里头 所以再来 这个list.xml里头呢 就是 会 创建一个listview 所以呢 又会创建一个listview 这真正的listview的 对象 然后呢 又会把listview的对象的指针 这个指针 会把它放在TV里头 这是TV 刚刚这里 放在LV里头 这个小变量 所以呢 这个LV的小变量就指向他 就指向 这个listview 就指向listview 那接下来因为 他是在listview里头就已经 在list.xml 就他有背后有一个 list.xml 这我们在上 上一张里头有看过了 list.xml 里头就定义出来 他就大包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LV 的值呢 塞进来 放在这 小变量里头 小的layout里头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小layout 已经指向 小layout的对象 已经指向这两个啦 所以呢 但是 因为这个 对象 在我们的代码里头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只看到了 是这个TV LV 看到的是 Layout 看到的是Rlayout 但是背后 事实上 这个 有四个真正的本尊 在内存里头 OK 所以在内存里头总共 有 有 四个小变量 那么 已经有四个 对象啦 所以希望你在 这个 看这个代码的时候 要有这样的一个 内存的想法 那对你 在这个写代码的这个准确性呢 会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两个 好接下来呢 再产生一个button 再new一个button 好 然后这个时候产生一个new 一个button的 对象 再把他的主针放在这个小变量 所以我们再来 再往上 再继续加 再加 再继续加 所以这边呢 会有一个button 这是button的一个 啊 一个真正的 object 然后呢 他会把他的主针放在一个小变量里头 这个小变量呢 叫做vtn 小变量叫vtn 这个是 做这一行的 vtn1 这一行的动作 就是这一行的动作 就是 你有一个真正的 创建一个真正的button的对象 再把那个对象的指针 放在这个vtn1 的小变量里头 所以呢 就是这个动作 他把这个创建一个button的对象 再把他放进来把他的指针 放进来这个 vtn 这样的一个 小变量里头 那这个就是 这一行代码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动作呢 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是 把vtn vtn的里头的值 就是那个参考的指针 把它 把它加进来到add view里头 加到这个 star layout里头 那这个 这一段怎么解释呢 就是 这一段的解释法就是 要求 这个r layout 所指向的 那一个 对象 去执行add view 然后把vtn的值 copy过去 所以呢 现在要求 r layout 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所以呢 现在要求 r layout 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就是这一颗 然后这一颗呢 去 add view 有没有 去加把这个加进来 那加 执行他的add view 在执行的时候 把vtn 这个里头的值 把他拷贝过来 因此呢 那这里头的值就是他的指针 因此呢 这边就会增加一个 指针 会指向他 因为他把这个值 copy过来 那因为他这里头就是指向他 所以copy过来的时候 这个指针 也是指向他 所以因此呢 就 就 这个 大的layout 里头就有一个指针 指向的 这个 button 指向的button 好 那接下来 再做一个动作 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new 第2个button 再new一个button 然后呢 把他这个button的指针 把它放在vtn2 我们会 再产生一个button 再产生一个button 然后呢再把他的指针 放在vtn 2 就是这一个 放在vtn2 然后他 就是指向他 对不对 所以呢又有一个button的对象 然后 他的指针放在vtn2 然后 接下来呢 又把它加进去了 在这里 又把vtn2 又去 调用大layout 所指向的 去 要求 rlayout 所指向的那一个 对象 就是大layout对象 去执行addview 然后把vtn2 copy进去 这里头的指 copy进去 所以呢 他的动作又做一遍了 所以呢 这个在叫 这一个 rlayout所指的这个对象 去执行addview 在执行addview的时候 在执行addview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vtn 有没有 在执行addview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vtn2 的值 把它copy过来 那这一边因为指向他 所以把它copy过来 所以他也就 指向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组合关系 就形成了 你看 这一个大layout里头有 三个指针 一个指向小layout 那第2个指针呢 是指向的 这个button ok button 一个指针呢 是指向的 这个adget button 然后呢 小layout里头呢 也有两个 指针一个指向 textview 又指向listview 对不对 所以 刚好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就在电脑的内存里头呢 这样的关系 刚好表达了 我们的 上面的这个构想 我们这个构想 刚好表达了我们这个构想 就是这一个 这个构想 我们的构想也是一样 就大layout里头有三个指针 一个指向小layout 一个指向button 一个指向button 然后小layout里头一个指向textview 一指向listview 让他UI上面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一个一个长相 那在这个电脑内部呢 在写代码的时候 那 稍微复杂一点点但是概念都一样 怎么样 他运用的 有这么多的 总共有这么多个 这个真正的 对象 只是他多加了好几个这个小变量而已 其实 一点都不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OK 好那我们现在简单 再来用文字上说明 这里头是创建一个大的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 指针放在rlayout里头 放在rlayout里头 就是我们 创建一个 一个rate layout 是大layout的 创造一个大layout的 这个对象 大layout的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放在一个小变量里头 指向他 这个小变量呢 就是r layout 就是小变量 就是这个动作 好那 接下来setContentView有没有 就是把这个 这个对象里头的内容 copy 这个 setContentView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 譬如说这个setContentView的函数 那么他就可以指向他 因为他 你把这个的指针 跑给他了嘛 所以他就可以指向他 因此呢 setContentView这个函数 就可以来存起这个对象 里头的数据咯 甚至调用这个对象里头的函数咯 OK 那这个就是将 这一个 rlayout 内的 对象参考值 就是这里放一个就是这个对象的参考 他就把这里头的内容 copy给 这个setContentView 好 让setContentView呢 也能够指向他 能够指向他 所以并不是把他的内容 copy给他 OK 找接下来 另外一个button也是一样 建立一个 button的对象 然后把这个button的参考值呢 就是创建一个button的对象 创建一个button的 对象 然后呢把这个参考值呢 放在这个 VTN 放在VTN1 所以呢 他就参考到他OK 就是这个动作 接下来呢就是把他addView 就是 叫rlayout 就是这一颗 rlayout 就是叫 要求rlayout rlayout所指的 这一颗对象 然后去执行addView 去执行addView的时候 那么就把 把这个VTN里头的内容 把它copy过去 所以呢 他就 指向了 这个button 所以大layout 就指向这个button啦 就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只看这一边 就看出来他的关系 组合关系已经建起来了 所以呢这个button就属于大layout内部啦 因此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VTN 的 内部的参考值 传递给rlayout对象 是rlayout 所指的 这样才是更正确的 所指向的 的这个对象 这样是更正确的 那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 在创建一个小layout 创建一个小layout 对不对 就创建一个小layout 就是小的layout 然后呢 他把这个 把指针 先把它放在小分量 叫做layout 这是小的layout 这是obj 他的对象 然后 再来 是把这一个要求大layout 大layout 里头的对象 去执行add view 然后把这个 小layout 把这个layout 的 指针 有没有这里头内容把它copy过去 所以大layout 也会指向了这个小layout 有没有 那这样子构成 大小layout的一个组合关系 所以呢 这样子就构成了 这一个 组合关系了 所以我们在 这一节呢 主要就是 谈 在android里头呢 我们怎么透过 这个 参考的 一种 传递 来建构 这个组合关系 建构组合关系 这建构这个大包小 大包小的关系 OK 就建构这个大包小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 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呢 再来继续 谈了我们 下一个回合呢 就是 怎么建构 一个对象 怎么设定 他的出击值 也就是说明了 这个new 这个类比名称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是什么 好 谢谢 咯 谢谢 谢谢 所以 我们下一个 的东西 来 我们下一个 带来 我们下一个 的东西 就是 我